你说 根据现在医学记载是200 这个是公认的 根据那个古书古医书记载是300多个 但他咋能治病 你连小学这个算数题都不会 你怎么做这个高中的算数题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个观念我不是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 我刚才那一段请问大哥你这边有 有CPU吗 你这边能运转的过来吗 这个问题不是刚刚解释过了吗 老弟没有恶意 咱们不攻击相互尊重 我攻击你了吗 我哪一句话攻击你了大哥 我刚才那一段话哪一句话是攻击你的 你能说一下吗 你这是什么理解能力 我不懂什么叫CPU 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你连CPU都不懂 那用你的逻辑 你连CPU这种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助语都不懂 你到网上面去跟别人去进行兑现 那你对的什么 小学的题目你都不会做 你现在就想跟人家跟大学辩论 大学辩论 不攻击 不是我什么时候攻击你的呀 不是你能想到你吗 我什么时候攻击你的呀 不对现在不攻击 咱们只是交流一下观点 不是这哥们是什么情况 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你说 我什么时候攻击你的 我哪一句话是攻击你的 你说我在听 你说 不是他这边听力也有问题吗 他是不是听力也有问题啊 我哪一句话是攻击你的 我再问一遍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怎么还从我这个问题 什么叫你没有CPU这句话 能不能够解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没有CPU 不是你这就是CPU就是脑子 你有没有脑子这句话不是攻击吗 CPU一般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处理器 我们一般来说 拿这句话指代的是一个处理的问题 逻辑处理 或者说语言处理 你这个不是攻击吗 那如果你有没有脑子这句话 不是攻击吗 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CPU 能不能处理过来 我这边明明已经跟你讲过的一个问题 你先拿本草纲目来举例 我已经完全的解释过了 本草纲目是怎么一回事了 本草纲目里边有错误的地方 如果说你要拿本草纲目里边 有来现代医学觉得 它有错误的地方 就彻底否定了中医 那你的这个问题就是 首先你认为本草纲目就代表中医 整个中医学就是完全构建在本草纲目之上的 如果没有本草纲目就没有中医 中医就完全就等于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里面有现代医学 认为存在有问题的地方 那么就代表整个中医都有问题 这不就是你的逻辑架构吗 那如果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架构 我也说了 你自己去查查百度 或者你自己去查一下 那别的我说别的病 你肯定不知道 那我们就说癌症 对于癌症是怎么形成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 那在西医的研究框架之下 那最开始还认为癌症是感染来的呢 癌症是可以传染的 癌症是一种病毒 是一种传染的 现在我们来看的话 是吗 以现代 当然现代也不能说完全准确 以现在的这样一个医学眼光来看 癌症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毒吗 那不是呀 那如果说这样的错误的话 也存在错误呀 记忆存在错误 那的话那西医也不能信呀 那你就什么都别信不就得了吗 最基础的癌症是病毒吗 哪一个人把脑残 现在会认为癌症是病毒呀 或者说癌症具有病毒性质的 那种传染性呀 不对 为什么 你别急 听我说啊 我别急大哥 你不用做家 中医是咱们说 永乐大典上记载 它是一个定型的东西 西医是一直在推翻之前的 一直在传承更新的 谁跟你说 有无数个人 因为这个更新 因为被救的过去一套错误的结论 是受到很多的损失 但他理论在不停的更新 而中医一直是老一套 谁跟你说 这点你不可否认吗 我当然否认 谁跟你说中医是老一套的 那请你 那你认为中医有多少根骨头呢 不是大哥 你是跟骨头有什么过不去的这样一个情谍吗 你是有什么 基本上作为一个判断 不是 为什么你老要问我中医有多少根骨头这个问题 不是已经跟你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吗 你去百度去 你问我干嘛 你不是认为中医有效吗 咱们来交流一下观点 老弟不攻击没有恶意 中医有效和本草纲目记载 人有多少根骨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必然性联系啊 不是大哥你这边在讨论可以事不攻击 但你不要老是逼着人家认为你这边有什么问题啊 好好好 我再问你啊 中医讲究一个五行调和 阴阳五行调和 这个东西什么叫阴阳 什么叫五行调和呢 能不能够处理 你问中医啊 你问我干嘛呀 我看评论区有一堆人 有一堆老中医啊 那你就去问评论区啊 对啊 我在这问一下评论区有没有 有没有兄弟能够介绍一下什么 那你上来跟我讲什么呀 什么事 那你上来跟我讲什么呀 对啊 对啊 你都说对了 你还跟我讲 不是大哥你真没问题吗 我觉得我现在说你有没有脑子 应该不是骂你了吧 应该真的是一个客观的 我想问一下吧 你等一下 好好好 你听一下 你什么呀 好你怎么看见这话呢 我不太清楚 什么样的人会说得出来 说中医啊 是把这些什么杂志注射到人体中的 我实在是不清楚 用这个人的逻辑来说 注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应该不用我解释了吧 注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他是说注射的 我实在是不清楚啊 比如说 他们一天到晚 喜欢报纸本草纲目吗 我实在是不太清楚 本草纲目是什么时候的 来我问一下 本草纲目是哪个年代的著作呀 哪个朝代的著作呀 我不清楚 你实在是不清楚呀 那你还真的蛮厉害 你连本草纲目上的什么你都知道 就本草纲目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你都能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 本草纲目是哪一个年代著作的 是真的牛逼 你得证明你的有效性 第二 就是我来告诉你 本草纲目是李时针 李时针是明朝人 所以说我们一般认为 本草纲目是著成于明朝 那么请问在明朝的时候 有注射这种方式吗 按我们国家 医疗科技 真的是遥遥领先上看来 遥到的时候就开始玩注射 注射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刚才这位大兄弟 跟我说什么 中医是没有传承的 中医是什么定型的 都是固定的 永远都是老一套 真的是佩服 那么请问一下 我们国家 本草纲目是著成于明朝的 那明朝之前的人怎么看病啊 明朝之前的人怎么看病啊 本草纲目是著成于明朝的 本草纲目代表了中医 中医这边又是一成不变 没有传承的 那明朝之前的人怎么看病啊 什么鬼畜逻辑啊 那我要跟你讲 最开始就我能知道的 我这边没有完整的了解 中医的发展脉络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常识 比如说最开始有皇帝内经 听说过吧 后来有华佛知道吧 后来有药王孙思淼知道吧 还有李时针知道吗 但是如果说 本草纲目就代表中医 那为什么之前的人 是怎么传承的呀 中国有多少本医书呀 就拿中医有多少本医书呀 那如果说都没有传承的话 那他妈一个复制一个呀 这都什么鬼畜逻辑呀 好说完了吗 我来一回答你 来来我听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远低于现代人寿命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西医的一些药物 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抗生素 或者说阿斯匹林 这类药物的出现 导致了人寿命的平均大幅度增高 这可不是中药的功能 中药古代很多人 简单一个感冒发烧 在古代可能就不支持这种 就没有就没了 这是第一点 而且第二点呢 护子曾经说过 这个种群啊 法眼是不需要医学 那狗有医生吗 狗有贸易吗 没事啊 有的人认为他是狗 这个东西 有的人认为他是狗 这个东西只能说尊重个人想法 我们认为我们是人啊 狗没有医生 所以说那是狗的想法呀 狗确实没有医生呀 狗也不认为狗需要医生呀 但是我们是人呀 有的人认为他跟狗是一样的 那这个只能说尊重个人想法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是人啊 我马上需要医学的 好请你继续 就是总群反应是不需要医学 怎么都能反应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中医的独副作用不明确 第一啊 独副作用 他都会给你写一个说明书 给你很详细的列 中医是没有 就是老中医给你抓什么 你开什么 抓什么给你吃什么 出现什么问题呢 比如严重的干摔一节 肾摔一节 肾啊 换个肾很贵 那几十万 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 所以说你鼓催人们吃中医啊 是很按护子的话说 引用护子的一段话 是不合理 不是大哥 你讲到现在了 你说刚才回应我刚才的话 但似乎 我先不谈 你这段话 马上我来跟你回应啊 但是似乎你这段话 并就在回应我之前的话呀 你不是说回应我之前的话的吗 你这段话是回应的吗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构建联系啊 哪句话没有回应 你举个例子呢 我靠 我现在还得教语文呀 我同时还得教语文 我来帮你排一下啊 最开始 我刚才那段话 是针对于你跟哪段话回应的 我刚才的那段话 是针对于你说的 中医是一成不变的 是没有改变的 这是你的话 我刚才那段话 是针对于你的这段话说的 我说中医是有发展 也有传承的 发展的话 是不断的在往前去进行推进的 对不对 有从最开始的皇帝内经 到我们后来最多人知道的 那个本土岗目 是有发展的 不是一成不变的 如果说在古代 在古代 中医都有发展 进行推进 那么在现代 中医凭什么不能有更大的发展和推进 我是在针对你这段话回应 你说你要回应我这段话 你回应的说是 基药这边都标明了副作用 都标明了有害成分 但是中药没有标明 你说这个叫回应了 我刚才的话 大哥你这个要不要考虑学一下语文呀 稍等一下 我这个网友电卡 你刚才说我没回应你哪一句 你就把那一句重复一遍 就我没回应你哪句 我他妈受不了了 我他妈说的是哪一句的话吗 我跟他说了一段 说我没有回应他哪一句 你念往不好 永远都他妈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卡车 哥你是不是平常干别的事的时候 你还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不行了呀 网络问题 是吧 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太累了 对 是你太累了 我看这个评论区还有什么攻击长相呢 我图片上这张脸不像 就这个长相远超80%以上的 不敢多说80%以上的人 就是是赶不上我这个头像的 攻击长相 你们是不是没参加过那种 稍微有钱人的聚会 外观就打了一大堆 攻击长相是一种很低级的行为 懂吗是非常低级的一种行为 我这话呢我们这么说 我觉得我一向是一个客观公正的人 如果你说攻击长相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人 我是承认的 我认为没有问题 这话是非常正确 但是你非要说 你就这长相远超80%的人 就以一边认为 当你说不应该拿长相来说事 那显然你是不应 那你的价值观 我告诉你矛盾在什么地方 这只是一个题外话 当你说不应该拿长相来攻击 不应该拿长相来说事的时候 那在你的价值观里面 应该是长相不重要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长相只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大家在此基础之上 你又坚定的说 这长相超过远超过80%的人 你又拿长相去做对比 你不觉得你很矛盾吗 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也不指望你回应的 我也不指望你能回应的过来 就我们再回应来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首先我说了中医是有传承的 我跟你讲了很多 从那皇帝内经讲到了本草当幕 已经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 中医既有传承 也有推进和发展 我这边讲的非常明确了 你说你要回应我的话 但是你回应了以后 你回应的是 中医没有标明副作用 这是你的回应 请问这叫回应吗 稍等一下 咱们不要说套话空话 就是传承的发展 举个例子 就用户子的话 说举个例子 我他妈不是在举例子了吗 我举例子了呀 我不是在举例子吗 从皇帝内经到盘草当户 从他妈抓活孙思鸟到李时珍 我他妈不是在举例子了吗 那你举个例子 我到底是在跟什么人交流啊 华头孙思鸟全是古代的人吗 现在你不是说创新传承吗 创新嘛 那创新现在的有什么 这个成果 举个例子咱们聊聊 我他妈又不是中医学专业的 我知道他现在有什么成果呀 我只是在告诉你有推进呀 你不是你的结论是什么 你的结论是中医是一成不变的 那我只要推翻你中医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点就行了呀 我他妈非要去了解 现代中医有什么大的发展干嘛呀 我他妈又不是学中医的 什么鬼逻辑啊 好好好 我尊重你的观点 你别急 人家听我说 中医 刀新弹 仍然是读故作用不明确 你别急 听我说 我给你放一段 等于说下面你就不回应了 刚才那段你就不回应了 是吧 就转进到下一个话题 这个主观伤害和致病毒救人呐 是放在同等位置 主观 你本公包他把不良反应 任何数据表明的非常 就是说医生和患者都会提前知晓风机 但是中医药注射性负作用是四个字上不明确 怎么说 怎么说 不是 整个事情的讨论都是有 先问是不是 再问他妈的为什么好不好 怎么说 谁跟你讲中药成分 中药从来不说副作用的呀 你哪怕去专门收几个中药副 我随便给你说 我随便给你说搜一个 来来来 我随便给你搜一个 我就不说重要了 这边呢 比如说有一个词叫虚不受补 有没有听说过 是不是重要 虚不受补什么意思 什么叫他妈是上火 什么叫他妈的 什么姓韩 什么是姓大韩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难道不是 就不用你的语言体系 说出来 语言哪种解释 他只要说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你能不能 举一个中医说出来的例子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就一个就可以 你现在可以查 或者说怎么样 你能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我他妈刚才难道说的 不就是那个 我难道说的不是例子吗 比如说姓大韩 说出来的里边 就是任何 你去哪怕你翻不上 他一直在用本草纲目来举例子 你哪怕就去看本草纲目 对于每一种草药的 这样一个记载 他都是说 这个草药可以记成 有一张图 对不对 这个草药它可以 它可以治疗什么 应该去怎么去服用 它这边有什么负面的 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本草纲目 本身它都有 他一定要拿本草纲目来说 就是经典拿本草纲目来说事 连本草纲目 它的最基本的行为内容都不知道 姓大韩在你眼里说 毒副作用了呗 是这个意思吗 首先我会去查 你继续 我一边查 不影响你继续说 我个人认为 姓大韩有什么不良反应 这边如果试下去 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算是毒副作用的 这样一个明确表述 你继续说 好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这有效的话 那为什么不上市 开公司上市 早就你就市值千亿了 你成大老板 为什么有效一定要上市呢 你有效你 就全世界认可 你就全世界追捕 每个人都会生病 生病这个是巨大的市场 你市值千亿 值值可待了 这有用你过这个临床实验的 三期临床实验 对不对 你市值千亿 总此老板真不想挣钱吗 难道说你很富吗 到那种程度了 是吧 我们国家医院 基本上面是以公立为主 中医院基本上面也都是公立 为什么要上市 为什么一定要上市 那三期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 那还不就是西医体系吗 我们中医 为什么要去经过一个西医的 这样一个体系来进行认证呢 为什么要通过他的体系认证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 这个是公认的一个最有效的 怎么个公认法呀 你所谓的公认是指一个什么样的 叫算是公认的 全世界公认的一个标准呢 全世界有多少国家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吧 我要没记错 世卫组织有多少成员呀 世卫组织有多少成员国呀 不知道怎么了 那怎么 你是通过什么来确定 它是公认的呢 这个可以查 你现在就可以摆动 查什么 是不是这个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公认的一个东西 中医大部分国家都公认一个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他们 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他们的公认呢 说一下 就形成一个逻辑闭环了 用护字话来说 你形成一个逻辑闭环了 那你无敌了 那你无敌了 那如果你连逻辑闭环都没有 那你来扯什么呢 你自己抛出一个观点 你自己都行不成逻辑闭环 那你来扯什么呀 你真有用 你就经过时间 检验你有用 你就上市公司 你价值钱一值 为什么一定要上市 通过上市来显示自己到底什么成 华为也没上市呀 华为上市了吗 你很有钱吗 华为上市了吗 华为没上市 华为有自己的公司策略 那不就行了呗 那你你你如果说真觉得有用 你得过检验诊试验 为什么呢 因为你都失败了 因为你做过都失败 做过的那些都失败 首先我不知道做过有没有失败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一定要用他们的体系 来验证中医是不是成功呢 不是中医的体系 或者西医的 三医局的体系 交给第三方的机构来做 哪个第三方机构呀 这个我不是搞专门的 但是他是叫第三方机构来做 是相对来说 已经算是公平了 目前为止 最公平的一个 全世界都公平 所以说他们这边 对于中医的这么一个理解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这边 我这边随便查了一个 比如说结梗 结梗应该是一个 一个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中药草药 结梗大家应该知道吧 这边金粿要略 来我再告诉你 金粿要略 也是我们国家的一本古医书 叫金粿要略 这边的话 结梗 捐废弃 立烟喉 甘草清热解毒 致烟喉肿痛 长配金粿化连翘 等等 这么东西来说 这边什么 如果是什么胸痛 及和什么暗黄 中医有些字满难念的 不会念 什么长配悖母 但是这边有说 应虚酒壳 气腻 以科学者 济福 这是不是一个 副作用的这么一个提示 你这个副作用说的太笼统 我个人认为 行吧 那你个人认为 这东西就用你 尊重你的个人观点 所以说他的一切 他目前为止 对于中医的这么一个攻击 主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不符合 他不是在探讨 没有用 西医有没有用 他的一切论点 都是先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先建立在一个 中西医是绝对正确 在西医是绝对正确 这个逻辑架构之下 那么中医 但凡是有跟西医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代表西医是不可 中医是不可学的 你们能明白吗 这就是一个辩论的 他一天的话 不是在说什么逻辑病患吗 说实话 我非常能够难理解 他把那个 就是某位主播的 你要说 那你无敌了 那你形成逻辑病患了 我实在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要把这句话 当作一个床上 也很洋洋自得的 一种这种嘲讽 你在讨论一个观点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能形成逻辑闭环 你跟别人讨论什么呀 逻辑闭环 不是你形成一个观点 最基础的内容吗 他拿别人能形成逻辑闭环 来嘲讽人家 那他自己不就是 完全没有逻辑闭环吗 那他到底在洋洋自得什么呀 他到底是在说说什么呀 这个首先 我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点 以及第二 他所有的点 上来我已经讲了非常清楚了 他是已经建立在西医 是不可动摇的 是绝对正确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中医 但凡有跟西医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中医有问题 你看所有的东西 他比如说 西医有那种什么副作用的 这样一个描述 对吧 西医有什么 一个什么样的体系的 这么一个什么验证 还是说怎么样的 这些确实中医都没有 中医有他的这样一个语言框架 有他的这样一个表述框架 有他的这么一个验证方式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英国医跟西医不一样 所以说中医就是不可学的 都是有问题的 这种的话 有什么好扯的呢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中医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 中医是绝对正确的情况之下 那我问你 西医有没有望闻问切 如果说你看一个病人 连望闻问切 这种在中医体系架构之下 最基础的东西 西医都没有的话 我也可以说西医不可学 西医没有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是对一个病人 他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 最基础的初步的 入门的这么一个了解情况 他都没有西医不可学 只要你把中医 建立在一个 最绝对正确科学的基础之下 那但凡跟中医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西医也是不可学的 那这样扯有任何意义吗 我看评论区 上了一下主播 我看评论区 有人在说什么 日本抢购中医药 那种051959的这个比奥 说日本抢购中医药 我要说一下 它是一个植物 它不是中医药 这点后子 一个高中生都明白 你们怎么老实在这 五角蛮蓝呢 它就是一个植物 它跟中医是不沾边的 如果说这个 你如果想跟弹幕去讨论 我最大部的编头 我他妈 从科学上来讲 从极古典上来讲 找不到 它就是一个畸形的一个伤 中医药主持业公司 在公开的这些账目中 您可以去看一下 中医药主持业 你怎么看待呢 中医药主持业 你们怎么看待呢 包括你主播 你怎么看待呢 首先呢 说实话 我他妈 头一次见到 我现在头一次听到 一个人完全没有自己的观点 在跟我兑现的全程当中 完全拿另外一个人的话 来进行代表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这是一个 我觉得我这个是描述 客观 你别说我又急了 就我实在不能理解 一个什么样的人 还能拿到全程当中 的时候 只播放别人的观点 然后说你怎么看 就没有任何一点字 哪怕你总结一下 人家的观点呢 你把人家说了那么多东西 你总结一下 人家是这么认为的 我来转出一下 他妈的全程都只靠放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人 然后第二 就是我没听到什么注射业 我也不了解 中药目前为止 有什么注射业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一个律师 我不是中药研究的 这样一个专家 我不知道中药 现在有什么所谓的注射业 至少我没听说过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倒是听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点 说什么 中药这边全部都是靠营销 营销费用有多少多少 要不要去查一下 辉瑞的营销费用 首先我来回答你 你刚才说我逻辑闭环 是吧 为什么我逻辑闭环 因为我尊重客观 刚才是你说我逻辑闭环 大哥 是你说我逻辑闭环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我以用护子的观点 我去看个认识 为什么要我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 我引用护子的观点 你引用你的观点 你们互相抗衡 我引用我的观点 我自己说观点 我还要引用我的观点 大哥你正好好学学 你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你先学学语言好了 一个意思 你表达自己观点 对不对 我替护子表达他的观点 咱们尊重客观事实 事实是真理越别越平的 事实是摆在那 不是 那你这边全真 我已经跟你聊了35分钟了 最后你来一句说 事实摆在那 那你都认为 那个叫事实了 我们还讨论什么东西 你都认为 那个东西 它是事实了 那我们在讨论什么 我们在讨论观点 交流观点 那你都认为 那个是事实了 咱们是双向选择的 太平洋没加盖 咱们是双向选择 咱们是在交流观点 怎么又变成 太平洋没加盖了 我在跟一个 什么样的人在交流 他是怎么把 太平洋没加盖 这句话 插入到他刚才讲的 那一句话里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是在跟什么样的人对签 是敏感词 这我没办法回答 所以说我直接跳过 我问的是敏感词 他对敏感词 我觉得我再对线下去 我觉得就不是他 我再说一个 我觉得我要再跟他聊下去 那就不是他傻逼了 那就是我傻逼了 我觉得 我注重你 那就是如果我再继续的话 傻逼了 我只能这么讲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 让我把他踢掉 对不对 但是我是真想看看 他能说出来什么样的玩意 不出我所料